民進黨黨來選議在今天頂童選出黨主席 全國黨代表 各管其黨部主委 各管其黨部代表 其中各議官有八人參選全國黨代表 而且出身大拿頂就占了三位 抽票堪稱是各鄉定最極烈 另外 民進黨各議官的一次黨部主委 確定是由副意義來接人 副意義強調 將建議黨中央推動理念行的黨員概念 在台方役中的家共和青年代表交通 這邊才說 我們政議和來拿就要兩百塊 兩立就兩百塊 經過了解官有投票款的民進黨員 大家有三千人左右 在此各議官參選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有八位要選出七位 在此大拿頂就占三位 包括甘股 過美容和大拿頂中王金如 堪稱是各議官抽票同競爭的鄉定 以後各議官全國黨代表 收三百二十票才會動選 很多人希望來絞逐這個黨代表 希望可以發表自己地方的聲音 讓黨中央知道 所以很多人一起來參與選舉 也可以讓選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投票隊最多八點進行到F4點 民進黨跟其官黨部主委也只有蔡依宇立書定期參選 所以確定接任官黨部主委蔡依宇共調 將建議黨中央推動不用立黨費 理念形的黨員概念 後修的說這代表 將由一般黨員加上理念黨員和補分民調 選舉三行臨選 這好處是更大組織 要讓少年人有出頭的機會 比較理念形的黨員就是說他們不用交黨費 比較不會受到所謂黨籍的一個拘束的情況之下 那去增加了我們所謂的一個基本盤 讓這些所謂理念形的黨員 平常可以加入黨的溝通 加入黨的一些決策的一個行程 可以讓他們去加入 也是深化組織 可以加強跟社會溝通對話的一個能力 蔡依宇共調 這令廣東部主委中面對著年底五合一的選舉 這次台灣民主法在後 通大黨員的選舉 共調會扮演到廣東部主委的角色 將會加強和少年人對話交通 謝謝大家 感謝蔡宏寶德